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華信投顧蕭川老師 今天是6月30號禮拜五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不是很理想 那尤其不是今天這個禮拜的表現 都不是非常的好 那台北股市到底後面要怎麼去看 各位待會詳細做解說 你要仔細聽 台北股市呢今天是直接跳空開低 今天最低的時候跌91點 目前跌了56點左右 你會發現到下跌的加速 還是比上漲的加速還要來的多 那今天這樣子一跌下來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發現到 指數呢在這個禮拜曾經創 這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應該說創歷史新高12682 我們就把它忘記 突破10393之後呢 指數還有來到10500點 可是來到10500點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們就跟大家說 這個叫做什麼 他叫做避雷針 那這個地方的盤勢呢 台北股市今天又跳空下跌 目前今天整個台北股市的走勢啊 他已經把那個之前那個大量 禮拜一的大量 那個低點其實都跌破了 其實也預告著說 這個禮拜買進的人都是套牢的 好那到底台北股市 這地方會不會再繼續跌 台股該怎麼去看 我記得昨天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我們跟大家說過 你要預防台北股市這地方的跌勢 他會不會開始加速 尤其在這一段期間以來 我們一直建議各位 這地方大家都叫你去買股票 可是我是建議你去賣股票 甚至於呢你該反手去做放空的動作 你才能夠真的賺得到錢 那當然台北 各位投資朋友 你目前手上的持股 你的老師叫你一直去買的股票 到底有沒有賺錢 好我想你心裡最清楚 那台北股市要怎麼去看呢 那當然台北股市走勢 他一定要跟國際股市接軌 所以你會發現到 昨天不是只有美國股市跌 歐洲股市全面都是大跌的 你注意看 道琼指數呢 昨天跌了167點 跌0.7% NASDA指數呢 大跌1.4% 跌了90點 廢半跌了2.5% 跌了26大點 好那各位 那如果說以歐洲股市來看呢 巴黎指數呢 跌了1.87% 然後呢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也跌了1.8% 那現在從國際股市的角度裡面 我們來去做分析 各位你會發現到 道琼指數呢 這一跌下來之後 到目前為止 他已經跌破了月線 好 那但是呢 NASDA指數呢 目前也是破月線 昨天有稍微破一下季線之後呢 稍微談起來 可是呢 月線上不去 現在面臨季線保衛戰 那到那個廢半指數呢 昨天已經破了季線 好已經破季線 好再仔細來看 德那個法國的巴黎指數 這個地方更誇張 他的頭部已經出來了 已經破季線 他已經破季線 頭部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好那各位你再仔細來看 英國的時報指數也是破季線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也是破季線 頭部都出來了 那我問各位 你認為台北股市 現在月線在這裡 指數在這裡 你認為台北股市會繼續攻嗎 思考一下 因為這跟國際股市的動向有關 現在只不過說只要 道琼跟高科技股 再讓我們看到破季線的時候 那整個歐洲股市就會破半年線 那以亞洲股市而言呢 這地方的跌勢 他一定會加速 那尤其在這幾天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一個現象 台北股市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如果他跌勢沒有那麼的快 可能會讓你看到 月線這地方好像沒有破嘛 台北股市還很好嘛 我跟你講這個目的在幹嘛 這地方他在做又多 什麼又多你看 這個融資在一萬點之上 他是拼命一路增加 到昨天為止 融資的水位在 1452.9億 各位 這個融資的水位 如果跟這一波啊 應該說這大半年的融資水位 來比較的話 去應該說 4月10號的那個時間點啊 他的融資水位啊 現在只差多少 差1億 也要說融資只要增加1億 他就在創新高了 那如果說在月線附近 稍微震盪個幾天 讓你看到好像盤跌不下去 然後每天都有 人會跟你說 拉回低點到了趕快買 到時候融資一路在創新高的時候 各位 當國際股市一變化 反而後面台北股市 他會殺融資 後面的賣壓會更重 這就是你要預防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在這邊拼命買 買了一堆股票都不動 啊不動之後呢 現在呢 有些個股呢 逼不得一定要買 為什麼 這地方你會造成什麼 如果不買融資會追繳 你看哦 有些那種空方的股票 像尖大與之 再打到跌停板 一個跳空就跌停 從264塊 今天只剩下多少 119.5 那為什麼融資一路增加 因為不買不行啊 為什麼不買不行 因為融資追繳的問題嘛 所以呢 反而這個時間點 有些個股在做 做誘多的時候 你要預防 有些主力出貨的股票 他後面的跌是會這樣 會更快 所以呢 這一波我們所有操作 我們以卷空為主 我也跟他說過了 現在我們的卷空 已經進入到 下個禮拜進入第三批 什麼叫第三批 第一批是什麼 比方說3406的玉金光 這類型的個股呢 今天已經破月線 各位他今天已經破月線 融資創新高 當初我們在那個 5月16號 330的時候放空 來到300我回補 拉高之後呢 來到那個6月8號的時候 332我們再去做卷空 到現在為止 我們繼續再大賺 你想想看啊 這樣的一個做法 你目前都是在賺錢的 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3630的新巨科 這類型的個股呢 當初我們是在5月23號 49塊半 這個地方去卷空 到現在為止跌破40塊 目前為止 你怎麼做 你都是大賺 有沒有 再舉個例子來講 3673的TPK 當初我們在104塊的時候 我們去卷空 到現在為止 你看繼續跌 有沒有繼續跌 比方說6426的統心 這類型的個股 當初我們在200塊的時候放空 到今天為止 也還是跌 所以你會發現到 很多做右肩的股票 只要你懂得去空 到現在為止 你都是持續在獲利當中 再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放空的股票 比方說有一檔個股 我們在LINE的族群裡面 有跟大家做過說明 各位你仔細來看 前兩天 我們去空6435的大中 這檔個股呢 我們在83塊3到83塊6去卷空 到今天為止 你持續賺錢 而且呢 反而這樣的股票 它的頭部快出來了 而且快破景線了 所以反而你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裡面 到目前為止 你都是在賺 你今天不會買一堆套一堆 啊有的賺有的賠 結果賠的比賺的還要來的多 所以當你看到我們整個操作的一個模式 你都會發現到 逢高的時候應該是要賣股票 而不是拼命叫你去買股票 那什麼叫做高呢 當指數壓回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去買在山頂 所以我跟大家說過啊 山頂上玩有誰能贏 很多個股已經見高點了 指數只是慢一點而已 那但是呢 當你的個股在跌的時候 你永遠都不知覺 那我只是要建議各位 這個時間點 趕快調整一下持股 因為融資只差1億要創新高 這地方還在誘多的過程裡面 後面殺融資的一個過程 它會更兇 所以我們現在在下禮拜 我們開始佈局第三批的空單 那如果說 你手上的個股套牢 你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你都不解決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啊 後面就不用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套個兩三層 你也沒辦法解決了 所以呢 反而趁這個時間點還有高點的時候 趕快先處理一下 那如果說你願意去逢高去做卷空的 那這地方你能夠反敗為勝 那當然不習慣做空的 你空一張就好 好不好 你空一張就好 所以我希望你趕快搭上我們第三批 要準備放空的一個標的 這地方絕對能夠讓你大賺 而且呢 能夠讓你賺的很快 因為下一波啊 整個台北股市的跌勢 它一定會加速 希望各位 注意一下你手上的持股 那當然 盤跌下來 我知道大家心情都不是非常好 可是我是建議你啊 心情不好持股還是要解決 你不解決拖越久 會對你越來越不利 好不好 所以呢 持股有任何問題 你打電話進來 能幫你的我會盡量做 但是呢 你必須要先 拿出你自己的一個 一個行動力出來 否則的話 你這地方一直買一直接 一直買一直接 到時候我只是擔心啊 疊下來的刀子你一直接 到最後受傷的是你自己 所以呢 有任何需要歡迎你 趕快跟上我們的一個腳步 第三批空單 我們下個禮拜進場 謝謝各位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